新闻一开始先来关注小型飞机坠毁在沙亚南大道的最新消息 搜证小组今天早上9点重返事故地点 继续寻找遗体残骸和证物 人在现场的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扎鲁丁表示 搜寻工作已经完成了95% 除了遗体残骸 警方也找到了21件罹难者的私人物件 已经交由太平间见证 另外警方调查发现 失事的飞机竟然没有安装飞行数据记录器 而昨天晚上找到的驾驶舱 语音记录器就是唯一的黑匣子 小型飞机坠毁意外发生的第二天 警方和搜证团队一早抵达事发现场 继续寻找罹难者的遗体残骸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扎鲁丁 随后召开记者会表示 现场调查工作大致上完成了 当局预计最快中午就能解封事发路段 他也透露搜寻队伍在现场 寻获九具碎尸和一具完整遗体 还有21件私人物品 包括手表、钱包和腰带 这些遗物已经送往巴胜中央医院 太平间进行鉴定 全部十分钟 untuk terkilih dan mungkin ada serman remeh lagi yang sikit-sikit dan kerana ini berhormos naik ke 5% yang memang kopi bodi yang diumpa bodi yang lengkap ada satu yang tak lengkap itu berhormos lain 警方也证实 所有罹難者都是穆斯林 目前已经向22名罹難者家属 采集脱氧核糖核酸样本 以鉴定遗体身份 在这起事故中 除了飞机上8人遇难 路面上也有两人 无辜遭殃身亡 其中一人是电照车司机 事发当时 车上没有其他乘客 拉扎鲁丁也透露 经过调查发现 坠毁飞机 并没有安装飞行记录器 也就是说 昨天晚上找到的 驾驶舱话音记录器 将是空难调查小组 调查坠机原因的 唯一证物 文字幕志愿者 郵ρχari